我 從剛剛的這樣就可以很明顯看不出來 為什麼 我到最後是在卡米第一擔任攝影的工作 而不是要面當個showgirl 好的 那我拿一下我到我去 好 那 大家要猜一下這是什麼術 乙重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要這樣子講 因為大家一定會猜體重,我還蠻開心的 不是,再猜再猜 你的年紀 性經驗人數 我只還有小數點啊 或者是專業的32年的處男給我的答案 超棒 超棒,好的 我投遊戲去點268是什麼事情 哪一個是大陸的 斷 26嗎 是26了,真的耶 好的,大家知道互加萌嗎 互加萌知道嗎 如果不知道的話,我再去幫他複習一下 互加萌是一個提倡一部一期 維護中華五千年傳統家庭倫理價值 不遺餘力,講得好像這世界沒有後宮佳麗三千 跟金屋長教兩個字一樣 然後生小孩是透過孝道 而不是透過陰道的一個團體 好的,那去年年底的時候 互加萌就上公事跟支持同志婚姻的團體 在進行辯論 這是他們提供的一個數字 這是同志一生性伴侶的人數 那你很了解 那 開發錢 好,那今天因為是最後一次在台上了 因為我平常只講Fure Wednesday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宣布 我在53點26個人就達成了 是的,好 那 互加萌另外又公布了一份數字 十二點 我這樣倒過來看是十二點八一 沒錯嗎 十二點八一跟53點26 那十二點八一又是什麼呢 十二點八一是同志一年的性伴侶人數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統計 也就是說這是一生的性伴侶人數 這是一年的性伴侶人數 同志平均的壽命是四年 我覺得非常的好 同志平均一生的壽命是四年了 那結論就是大家不要來當同志 不但命很短 而且就才不能結婚 不能結婚還要自己穿衣服上街頭 去為了自己的婚姻而努力啊 對好的那欸好 大家好我是鳳梨 好那正如剛剛那一段所見 就是基本上 我剛才就說了 我還有53點26個目標要打 那就是簡單的說呢 就是我這個同性戀 那基本上通常啊 大家聽到這邊 我就會其實開始觀察大家的反應了 那最常見的反應其實是這樣子 那也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那我發現的時候 他已經默契了 對他已經默契來不及了 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就是 剛開始就是 Keep open minded 就是還蠻OK的 就喔同性戀OK啊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當朋友啊之類 可是一律的總是 他們心中越播越大 那就是過一陣子之後 他們就會憋不住他們心中的疑問 我有一個大 研究所同學他大我幾歲 那有一次我就一起搭那個木炸線 那在就是社會上 他就不去問我說 你有沒有考慮過他喜歡男神啊 那你有考慮過他喜歡我嗎 很顯然沒有 因為他幾個月後就寫了 對啊 對啊 那 基本上那第三個 就是剛才前兩個反應 第一個是說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 就是 你該不會考慮喜歡男神 那第三個反應其實也蠻常出現的 我有一次就在這邊 跟我們親愛的店員說 我是同性欸 他就說 所以你是T嗎 你在選我嗎 你覺得看起來像T嗎 很像的啊 真的嗎 好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身為一個女同性 但是我真的還蠻不知道為什麼 要分T跟P 然後分完T跟P之後 大家就會說 其實我是不分 對 為什麼 我真的不太懂啊 因為就是如果你沒有認識Gay的話 Gay的話 基本上就是分1跟0嘛 那其實這是一個功能性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但是我天菜表弟跟他的天菜前男友 他們兩個都是1號 那我就常在想說 他們是要動打老虎雞吃醜 對 但是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愛上一個人的話 是因為他是誰 而不是因為他的性相啦 對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那 嗯 好了講完就是一些博愛的部分 大家講悲慘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實在是有點看不出來 基本上我去個同性戀這件事情 那導致我桃花運氣非常 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那 我常常就是已經沮喪到 想要走到那個 人最多可以撿屍的地方 忠孝東倫 我這邊大喊說 我是同性戀 還沒講完就褲家謀撞死 對啊 那所以說就是 嗯 基本上我覺得說 就是 我是一個畜生屬性的人 跟他要分辨一下 畜生跟 聽我講 我跟他要分辨 簡單分辨一下什麼叫禽獸 什麼叫禽獸 禽獸是你有做 禽獸是你沒做 那很顯然我是禽獸的女型 那就是 嗯 基本上我覺得這件事從高中就發生了 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女生 她在廁所 是我喜歡的女生 然後呢 她 因為前堂是游泳客 其實很多女生高 高中的時候都會這樣游玩游 他們裡面 其實就不穿 他們就穿外套 所以裡面只穿內衣 所以那女生就帶我到廁所 然後她就說 想看到內衣敲什麼顏色嗎 她就這樣已經要往下拉 我可以再往下拉一點 你拉上去吧 我就這樣回答她了 從那之後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被詛咒了 就是 我的不幸的命運 就其實是就此開始的 那 就是 我跟喜歡的女生共度 共度兩天兩夜 睡在房間到雙人床上面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呢 最喜歡的女生家裡玩 她上我下 單人床 她的房間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喜歡的人想要抱我 她說來啦抱一個 我蹲下來了 我跟你說 我覺得我去外面被車撞 我都不一定躲過 可是喜歡的女生要抱我 我蹲下來了耶 那 就是 唉 有女生叫我去她家晚 她穿內褲走來走去 還是什麼事都沒發生 所以我已經決定 我今天就在我的陸志園上面寫著 神父 我有正 我去留下會 然後 那 就是為了破除這個詛咒 我前陣子就是拜那個 呃 小海陳紅廟 因為聽說她其實不只 對異性戀是很明 那對同性戀其實也是蠻冷的 那 就是馬無包比這樣 就不會排擠我 然後 我就跟日老說 請你保佑我 我早就遇到對的人 那如果就是我喜歡的人 不是證人的話 麻煩你也幫我砍掉吧 結果拜完之後一走出去 發現外面三個梯在看我 趕快走回去 那個我喜歡溫柔的長髮大吉吉 趕快再補充一下 不然我怕她會保佑錯 對 那後來月老領路靈驗呢 拜完沒幾天 月老 真的 我人生二十四年來 他第一次打卡上班 他終於打卡上班了 他把我的 不是證人那個慘跳 然後那個速度大概就是 你想想看你被3310砸到的感覺好嗎 Nokia 3310 就 很痛 速度非常快 就是非常有效率 我把我的那個孽緣斬掉了 對 那我就想說 其實心裡有準備 想說算了吧 那 我就載了女同事 用來教我軟體 然後呢 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月老終於打卡上班了 有女生傳訊息約我出去 然後呢 還是一個很正點的女生 Unbelievable 我內心就是Unbelievable 難道是月老真的要讓我們相遇嗎 還是什麼也將那麼多 對 所以我們就出去了 那其實我覺得 那天約會下來 我覺得真的說 跟一個女同性出去 其實跟一個異性的男生出去差不多 我們都做同一件事叫做看妹 我們兩個就這樣坐在 坐在 士林夜市的那個 旁邊樓梯上面 然後那天很熱 我們就在那邊看 因為大家都穿短褲熱褲 然後就在那邊看妹腿 欸那邊那個 還好 那這個呢 把褲子穿回去好不好 穿怎麼這麼酷啊 那這個呢 哇 不可以 白皙加50分 大概就像這樣 這其實跟異性的男生春聞 都是差不多的 那 唯一的差別是就是 就是旁邊 就陪我看妹的那個 其實也不錯 我還蠻想脫女孩這樣 對 然後 因為會很順利 但直到我們坐下來那一刻 就是要聊天交換彼此的感情境況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跟我說 他看起來困難 真的很困難 然後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都一直就是會遇到 就是遇到對的人 然後就一直交往一直交往 那不知道為什麼 被鬼打牆還是怎樣 就是 自我人生空中最久的一段時間 大概 不會是單身半年了 就跟他說 你他媽的 你知道我是你的48倍嗎 但今天最後一天 我終於他媽的 帶了三個妹來看我表演 謝謝大家